的 我剛才試了兩種拉這一段的方式 據你先生所說是可以 拿起之工 拿起之工可以好聽 停在這條弦那邊換弦 亦都可以好聽的 但是你要問這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還有這個效果跟譜上面有沒有衝突 如果譜上面是完全沒有rest的話 就算多短的rest都沒有 而你拿起了一支弓 你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個停頓的 所以是要從最後那個效果去決定你用什麼方法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會真的很慢很慢去練 而慢練是做什麼呢 是看看這支弓是不是響弓筋 Sylvia 你不要介意我說 我看到你拉你的右手 其實你兩隻手都是很放鬆 很少人是可以做到你這麼放鬆 不只是某一隻手指 你整體左右手其實都很靈活 但是你不敢用弓筋 你不敢用下半弓 很多時候你只是用上半弓 或者用中弓 在中弓的話 你做到的效果 變化是很有限的 所以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會慢練 我會真的練 看看可不可以 在弓筋帶出來的聲音 是很輕的 1 2 3 1 2 3 出來的聲音是這樣的 即是Pianisi 沒有3個P 就不是普通一個Metal Piano 是你感覺不到有 一下卡一下的聲音 1 2 3 1 尤其是這下 1 2 3 你要感覺到 你看到我的手指 怎樣 手指、食指 四隻手指 怎樣去 慢慢給一支公油 A string 是 碰到 D string 2 3 而不是拿起 不是拿起去做的 而是 4個半拍之後 就要換完 看看 上弓A string 落弓D string 1 2 1 2 1 2 1 1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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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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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2 空間拉不到好聽的 不要覺得是一隻手指要做的事 其實是五隻手指大家去分擔這個平衡的變化 我會不會想到你 在這裡 在這裡 我會想到你 那裡 我會想到你 作詞 感谢观看